而在15号的东岸联盟棒球邀请赛当中 许多东部地区的职棒OB队的老将 纷纷的上场参与了全雷达大赛 以及对奇力珊瑚队的比赛 前来棒球村现场观赛的民众都觉得非常的难得 再度看到这些选手们的音质在线 在15号的东岸联盟棒球邀请赛中 有许多中指OB老将的死忠粉丝到场观看球赛 对于能够看到许久没有上场的老球员们 再度出场比赛都觉得非常难得 好像时光逆流回到以前看他们打球时的场景 自己也感觉很年轻 因为好像看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想象到以前自己在他们在棒球场上 然后那时候可能我们还在当兵的那种情况 所以看到他们能够还这么健康 感到蛮开心的 看到这些职棒选手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我去年也有来过 然后他们我看到因为特别是我的偶像黄平洋 我大概从职棒元年看到大概十年左右 我很喜欢看黄平洋跟兄弟相的对战 很棒 那现在回到年轻时候 传个球跑个步可能没有不好 像以前这样可能不到他的十分之一的那个功力耶 真的 可是但是他对那个棒球的那个热爱啊还是一样依然存在 比方说他们的精神不会说因为年纪大了某些动作我不会去完成 终究他还是要去做那个该有的动作 只是说可能动作上面时间上面来不及 但是大家还是会去做 这个是我们敬佩的地方啊 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偶像啊 我们能够有机会这样子喔 因为棒球人很喜欢就是在这个棒球领域里面 在这边喝棒球奶水的人 一到球场就有那种想到过去 自己在球场上那种被人家赞美啦 所以很高兴啦 在列他也要表现一下 所以他们来这边能够下场算是 自己表现自己说还可以 所以每个人都很喜欢要下场来秀一下 表示他身体还很好 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啦 也高兴说其实帮这个OED棒球比赛 也让我们这些一直没有机会到 离开竞技场上比赛的感觉又出来了 让我们那种奋战的精神 也希望说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有帮这个比赛 让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到场上比赛的感觉 那些老将有机会在这边比赛 看到这些老将们不朽的英姿 是不是又燃起你心中的棒球魂了呢 2017东岸联盟棒球邀请赛 到这个月23号为止 在棒球村进行比赛 乡亲们可别错过机会哦 记者韩启伦台东市报导